英宗主的意思是战术 一旁的白金主教萨拉斯开口说道 不错 史莱克学院的实力确实要强过雷霆学院 但也绝不会强到眼前这种程度 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优势 完全是因为队员出场顺序和战术 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表面看去双方武魂并不克制 可实际上史莱克学院一方 却通过种种形式迫使对手被自己所克制 而且是全面克制 战术的应用出场队员的巧妙安排 才造成了眼前的情况出现 血液大地目光凝聚 向宁丰志递出询问的目光 宁丰志点了点头 萨拉斯主教说的没错 正是因为战术 血液大地奇怪的道 在之前的比赛中 似乎并没有看出 史莱克学院的战术有多么出色 按照你们的说法 这显然不是凑巧 萨拉斯胆然一笑道 当然不是凑巧 有那个人在史莱克学院 又怎么会是凑巧呢 看来 教皇大人的选择是对的 这个人对于武魂的研究 实在太深刻了 难怪会让他成为名誉长老 血液大地皱眉倒 萨拉斯主教阁下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萨拉斯微微一笑 站起身道 陛下 我还有点事 先告辞了 至于我说的是什么 宁宗主完全清楚 明问他就是了 说完 他也不等血液大地有所表示 带着几名护卫 离开了贵宾席 一丝怒光从血液大地眼中闪过 只有他和宁峰智才能听到的声音从嘴边流出 这个萨拉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 宁宗主 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宁峰智道 他说的那个人就是唐三的老师 一位魂力不高 只有三十几左右 却拥有着五魂殿名誉长老身份的人 这个人乃是蓝殿霸王龙宗门的后人 在五魂的各方面研究 我也要甘拜下风 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大师 大师 雪液大地显然也曾听说过这个名字 脸上顿时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光芒 宁宗主 对于这位大师 你有什么评价 宁峰智微微一笑 只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雪液大地眼中突然金光喷涂 在那一瞬间 他身上爆发出的气势一闪即没 虽然只是瞬间 但坐在宁峰智另一边的古斗罗古荣 却用一只手按在宁峰智的肩膀上 传入一丝魂力 雪液大地身上爆发的气息 完全是向正面发出的 除了他身边的宁峰智以外 并没有其他人感觉到 金光收敛 雪液大地的神色恢复了正常 刚才那瞬间爆发的王者之气 悄然消失 宁宗主 你说的是真的 宁峰智肯定地点了点头 虽然在蓝电霸王龙家族中 他被称之为废物 但在我看来 他却比整个蓝电霸王龙家族更加重要 雪液大地深吸口气 金级赛结束之后 麻烦宁宗主替我引荐这位大师吧 宁峰智刚才对雪液大地说的那句话是 得大师者 得天下 宁峰智轻叹一声 如果大师是那么好招揽的 他现在就应该在武魂殿了 我给陛下一个建议 想要招揽大师 从唐三身上下手吧 他是大师最在意的弟子 也只有他 才可能决定大师的走向 至于其他的人 哪怕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族长在这里 以大师的脾气 也绝不会屈服 雪液大地和宁峰智对视一眼 长出口气 我明白了 我会安排的 比赛再继续 史莱克学院一方 依旧是小五 而雷霆学院出场的 却已经是副队长雷洞 雷洞43级控制戏战魂尊 五魂雷珠 作为雷霆学院战队中 最强大的控制戏魂师 他的整体实力 虽然比队长略差些许 但实力也是极其强悍的 五魂附体 雷洞身上响起一声破裂的声音 八道雷光同时从背后涌出 形成了宛如蜘蛛长腿的样子 虽然没有唐三的八猪毛那么长 但看上去极为奇特 除了这八根雷猪腿外 他身上其他地方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两黄两子四个魂环 彰显着他强大的实力 唐三自己有一个魂环 也是来自蜘蛛 唯一的魂骨也是 因此 当他看到对方的五魂之后 顿时格外关注起来 希望能够从对方身上 借鉴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伴随着裁判一声比赛开始 雷洞的双手同时从身体两侧抬起 再向下虚暗 身上的第三魂环顿时亮了起来 只见他背后的八根雷电长腿 同时刺入地面之中 一圈圈圈圆形的蓝色雷电 从手掌中释放 并不是朝着小五 而是直接注入到地面之中 蓝色蔓延 以网状的形态飞快地向周围扩散着 明亮的蓝色光网覆盖着面积 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小五仔细地注视着对手 但雷洞却闭上了双眼 显然是不希望被小五的魅惑技能打断了他的第三魂迹 小五脚下轻动 小五声息地在外圈游走 雷洞的身体却始终跟着他的动作而转换着方向 他是闭着眼睛的 小五的动作又非常轻巧 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小五的方位无疑是他魂迹的作用 那张蓝色的光网就是他的眼睛一样 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比赛场地的面积很大 雷洞释放出的光网蔓延到直径20米时停了下来 这显然不足以覆盖整个场地 但这个面积却保持住了 等光网成形之后 他开始一步步地朝着小五的方向逼近 唐三突然感觉到 此时雷洞所使用的方法和当初火舞对付自己时很像 虽然技能不一样 释放的方式也不同 但却都是范围覆盖 雷洞的光网虽然没有火舞的抗拒火环效果那么直接 但明显更加危险 一旦小五被笼罩在那光网的范围内 必然会产生危险 小五开始加速了 当他看到雷洞朝着自己逼迫而来时 立刻开始在场地外圈奔跑起来 尽可能地拉开自己与雷洞之间的距离 他的做法很简单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维持一个第三魂迹是需要消耗魂力的 不过 雷洞显然不打算给小五像上一场那样的机会 在压迫了几步之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 虚然地面的双手一翻 掌心向上 双臂同时抬起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地面上的蓝色光网随着他手臂的上举升了起来 竟然就飘向了空中 雷洞突然睁开双眼 大喝一声 蓝色光网飘飞而出 追踪着小五的身体飞了过来 小五的速度很快 这毋庸置疑 但那毕竟是直径二十米的攻击范围 雷洞在睁眼的一瞬间 正是把握小五落地时的片刻 气息直接锁定了他的身体 蓝色光网在空中旋转飘荡 快速地从天而降 笼罩上小五所在的范围 弹跳 顺移 小五将自己的速度完全发挥出来 希望能够脱离对手的攻击 在他的计算中 完全能够在光网追击自己的时候 脱离对手的攻击范围 但是很快小五就发现了不对 当那光网距离他越来越近时 他明显感觉到一股吸扯的力量 在牵引着自己的身体 哪怕是用出瞬移 也无法完全逃脱 小五毕竟已经参加了两场比赛 此时体内的魂力剩余不多 更无法连续瞬移 当那蓝色光网对他的身体 产生出犀利的时候 不只是他的身体被迟缓了 那蓝色光网覆盖而下的速度 也骤然增强 双手抬起 从雷动掌心之中 各自喷出一根蓝色的光丝 他身上的第一魂魂闪亮 两条光丝分别从两个方向 抽击向小五的身体 发动的恰到好处 正是小五身体前行的必经之路 也是小五刚刚完成的一次瞬移 后力无法接续的时刻 控制起魂师对于战局的把握能力 确实不是强攻起魂师所能相比的 从眼前的局面就能看出 雷动的实战经验和对战局的把握 明显超越了上一名雷霆学院的队友 怎么办 小五现在面临的是抉择 面对两根挥击而至的雷斯 小五的潜力爆发了 身体再次疼越 雷斯随之而动 追逐着他那修长的胶躯 人在半空之中 小五的身体突然折了下来 以腰部为中心 做了一个人体几乎无法达到的动作 竟是硬生生的距离雷斯 只有数寸之处闪了过来 此时上面的雷网已经照下 小五的身体还没有落地 眼看着他就闪躲不开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五头部猛的后仰 长长的蝎子便抽击在地面上 就利用那一点反弹力 将自己的身体再次送出树米 延缓了被雷网笼罩的时间 而这一点时间 也正好能够让他那倒翻的身体 落到地面上 双臂撑住地面 妖攻发动 但这一次 小五却并不是向外闪躲 他的身体宛如炮弹一般 直接朝着雷网冲了过去 双腿绷得比直 此时的他就像一只离弦长剑一般 令人吃惊的是 小五身体弹出的一刻 他的身体正好用那雷网 保持垂直位置 他选择穿越的位置 也正好是雷网中一个略大的空隙 刺啦一声 小五的身体应声而过 竟然就那么从雷网中穿了出去 但他的身上也亮起了一连串的蓝色电光 此时 比赛场地外的唐三已经站了起来 双方攥紧成全 场上的局面明显不是他所能判断的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 小五在坚持到这个时候 已经应该认输了才对 连唐三都想不到 小五会如此果决的选择从对手的第三魂迹中穿越 雷洞自然更想不到了 他那雷网被小五穿越后 直接落在地面上 消失不见 此时的小五身在空中 雷洞的第三魂迹消失 正是旧力刚去 心力未生的尴尬时刻 如果小五此时是全胜状态 说不定就能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接近对手 一击制胜 可事实上 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就连身体也是像自由落体一般 朝地面坠落 雷网是成功穿越了 而且是承受了最小的打击 但是雷网上附带的雷电效果 还是令魂力不足的小五完全陷入了麻痹 郊区剧烈的颤抖着 已经无法控制 更不用说去抓住机会 发动攻击了 雷洞猛的吸了口气 看到小五身体坠落的样子 他自然知道 是自己的雷网所致 缓过一口气 两根雷斯再次从掌心中喷吐而出 朝着小五的身体缠绕而去 只要用雷斯彻底麻痹住对手 这场比赛他就赢了 落地 弹起 雷洞的判断很好 但小五给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答案 就在他身体即将坠地的一瞬间 麻痹的感觉终于驱除 双手用力拍击地面 腰弓技能再次发动 身体顺利弹起 正好从两个雷斯上越过 毫不停留的直奔雷洞扑去 雷洞大吃一惊 怎么会这样 雷洞的麻痹效果不应该这么胆才对 是的 雷洞的第三魂迹限制能力确实很强 但不要忘记 先前小五在穿越他的雷洞的时候 是选择最弱的地方 而那时候 雷洞完全没有预判到他的动作 自然无法让魂力完全倾泻 覆盖的面积越大 也就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的攻击力量越小 尽管是雷属性五魂 也同样无法超脱真理 正是因为如此 小五承受的雷电攻击 远不像雷洞判断的那么多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在身体落地之前的一瞬间 再次弹身而起 精确的判断力 这是明眼人给出的解释 可实际上 小五虽然简单地计算过 但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 心中还是按叫一声庆幸 两人之间的距离 快速拉近着 小五的身体 每一次接触地面 都会诡异地改变着方向 哪怕身在空中 他的柔弱无骨的身体 也能做出种种非人的柔软动作 规避雷斯的阻挡攻击 眼看着越来越近的小五 雷洞的眼神中明显多了一丝慌乱 只要是关注过史莱克学院比赛的人 就不会忘记 被小五近身的那些魂师 是什么下场 雷洞自然也不例外 无奈 雷洞身上的第四魂环终于亮了起来 此时再步雷网已经来不及了 他能想到又能立刻击败对手的 也只有着第四魂迹 强烈的蓝光从雷洞双臂 备用而出 背后的八根蓝色长腿弹起 霸道雷光喷吐而出 与他双臂之中释放的雷光 融为一环 一个直径三米粗如手臂的圆环 呈现在雷洞面前 这正是雷洞的第四魂迹 锁神环 就像唐三的第四魂迹 蓝银囚龙一样 锁神环是无法闪躲的 只有凭借魂力硬扛意图 蓝光一闪 小五那诡异腾月的身影 顿时停了下来 全身已经完全陷入麻痹 直径三米的锁神环 此时已经疏缩到 只有他腰部粗细 将小五的身体 牢牢地孤在其中 一道道蓝色闪电 围绕着小五的身体 滤动着 令小五的面庞上 充满了痛苦之色 翘脸变得一片苍白 我们认输 大师的声音及时响起 锁神环光芒倾泻而下 融入地面 在小五即将倒地前的一瞬间 唐三已经飞快地冲到他身边 抱住了他的身体 小五的身体很烫 在雷电的刺激下 还在微微地惊挛着 看着他那双眼紧闭的样子 唐三说不出地心疼 抬手向对手看去 雷动也因为先后使用的 第三第四两个魂迹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如果不是大师不允许唐三参加这场比赛 此时他真想立刻登台 替小五找回这个场子 抱起小五 唐三一步步向场地外走去 而代表使来客学院第五个出场的戴木白 也缓步走入比赛场地 两人在身体交错而过的那一瞬间 戴木白的耳朵动了一下 目光与唐三碰触 向他有力地点了下头 戴木白走的速度并不快 但每一步都是那样的沉稳 双眼之中 邪眸双瞳闪烁着妖异的光彩 凝视着他的对手 看着面无表情 向自己走来的戴木白 不知道为什么 雷动的心突然有些抽搐的感觉 似乎有些喘不过气来似的 邪眸白虎 戴木白 武魂白虎 魂力四十四级 强攻系战魂师 史莱克学院战队队长 一系列的资料在雷动心中闪过 他知道 这场比赛 自己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 之前在面对小五的时候 他已经消耗了太多的魂力 而戴木白的强势 在以前的比赛中 早已经展露无遗 他明白 自己现在能做的 就是像小五在面对自己是那样 尽量消耗对手的魂力 给自己的伙伴 也是雷霆战队的队长 最后出场 创造胜利条件 史莱克学院现在还有三个胜利军 实力又都是四十级以上 这场比赛 雷霆学院想要获胜的难度 可想而知 但他们却绝对不会放弃 晋级赛只是总决赛的试金石 如果在这时候弱了气势 那么到了总决赛也不用打了 淡淡的光芒闪烁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的神色 双手在胸前合拢 眼中光芒每一次出手 都会令空气变得有些名重 小五静静地躺在他身边 头枕在他的大腿上 降诸地恢复权杖 正释放着光芒 助他疗伤 在刚才与戴木白错身而过的时候 他以传音入密的方法 对戴木白说了一句话 大哥 替小五报仇 唐三平时很少这样称呼戴木白 从他的声音中 戴木白自然能够感受到 唐三内心的激动 为了小五 唐三本来就是什么都可能做出来的 戴木白心中暗叹一声 看着面前不远处的雷动 伤了小五 算你倒霉吧 比赛开始 晋级赛的赛制 决定场上选手 不能有休息的时间 当戴木白 踏入指定位置的时候 比赛开始 哼 一声闷哼 从戴木白口中响起 浓郁的白色魂力 顿时从他体内喷吐而出 四个魂魂强势出现 在令人牙酸的骨骼劈啪声中 戴木白身形暴涨 五魂 白虎附体完成 没有任何迟疑的 戴木白 在五魂附体的一瞬 就已经迈开大步 朝着他的对手迎面 冲了过来 雷洞 瞳孔收缩 他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 自己的关键 是能挡住戴木白多久 他从戴木白的邪谋之中 分明看出了 灭世的光芒 我也是四十三级的魂师 比你不过低了一级而已 就算你的五魂先天要比我好 也不能如此轻视我 在短暂的权衡之下 雷洞身上的第四魂魂 直接亮了起来 他的魂力被小五消耗掉了超过五成 他知道 如果自己再用几个低等魂技之后 恐怕连释放一次第四魂技的魂力 都不够了